六十多年前 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本身也是犹太人的费里克斯·法兰克福 听到纳粹在集中营屠杀犹太人时 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美国社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反应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相信这无法相信的事 当年 很多德国人也不敢相信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发生在他们身边 德国魏瓦是一座以巴赫的音乐 歌德的小说 席勒的诗篇 以及包豪斯的建筑而闻名世界的城市 可是这里却有一座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 布亨瓦德 从1937年到1945年间 总共有约五六万人在这里 被杀害或被迫害致死 当美军士兵解放集中营时 被看到的恐怖景象完全惊呆了 还没有来得及焚烧的尸体到处堆积 两万多名囚犯奄奄隐 当这些惨状被披露出来之后 魏瓦市民根本不相信 在他们看来 看守集中营的纳粹军官 穿着讲究 文质彬彬爱好艺术 观看演出时 经常被贝多芬的音乐感动得落泪 他们不相信这些人 能够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 有一个当地妇女甚至指责说 这是美军故意制造出来 丑化德国人的假照片 一些人还反问道 如果有这样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就在附近生活的我们 一点也不知道呢 美军士兵不得不强迫魏瓦市民 分批到布亨瓦德集中营参观 让他们亲眼目睹 难以名状的惨况 一些人还被召集起来 挖掘坟坑埋葬死亡者 魏瓦的德国人彻底震惊了 今天历史在重演 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虐杀 这是在中国大陆真实发生的事情 追查国际报告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是中共主导的国家群体灭绝犯罪 反人类罪 1999年以来 以原中共党魁江泽民为首的犯罪集团 操控整个国家机器 包括党 政 军 武警 司法系统和医疗机构 在全国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并将他们的器官用于移植谋取暴力 中共还用法轮功学员进行死亡过程 心理实验 药物实验等其他人体实验 甚至将法轮功学员的遗体塑化 制成人体标本 在全世界展览奴隶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 是1992年5月 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已经红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1994年在中国首次出版 现已被翻译成41种语言 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除了圣经以外 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名著 中国法轮功学员 至今仍为中共残酷迫害 这是人类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 我们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正义人士 立即行动起来 惩治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刻不容缓 这也是在拯救人类最后的道德良知 愿人们在这重要历史关头 选择正义善良 共同清除邪恶